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日本對華態度似乎正朝著更加強硬的方向轉變當中 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 昨天接受日經亞洲評論採訪時 就說明日本希望成為實質上的五眼聯盟裏面第六隻眼 他就說日本和五眼聯盟國家擁有共同價值 日本是應該和五眼聯盟關係更親密 甚至乎要親密到被稱之為六眼的程度 他提到雖然目前日本並非五眼聯盟的正式成員 但在較早之前就已經和聯盟有共享資訊 他還強調說擴展日本和五眼聯盟之間的關係 除了可以使日本更早分享資訊以外 亦都能夠令日本取得極度機密的情報 他其實就是在明示 日本是將會向美國方面靠攏 河野太郎還強調 說他身為防衛大臣和負責全日本安全的人 他就說必須說 非常嚴重關切中國在東海和南海的活動 東海即是說釣魚台的海域 河野太郎還說 很多國家都認為 中國試圖在背後以武力威脅 單方面改變 包括東海 南海 中印邊境 以及香港等地的現狀 河野太郎還提到 說國際社會要有共識 應該使中國這一類的行動付出高昂的代價 他都開口是這麼說的時候 即是說日本對華態度就是轉趨強硬 最後河野太郎就說 不認為日本需要通過特定程序加入五眼聯盟 因為五眼聯盟就不是國際組織 日本只會拉椅子去到五眼聯盟的桌邊 告訴他們 計算日本一份 就像酒樓搭桌的形式 實際上五眼聯盟又真是一個私人俱樂部 不設任何的加入機制 只要美國額頭 肯定就是會受日本玩 而日本經過了一輪時間的思考和掙扎以後 最終也是決定要跟美國隊 埋回美國隊 所以 對華態度方面 當然會強硬 實際上這件事又不是太過預料之外 因為日本執政自民黨內部 一直都有些鷹派人物 主張要對華態度強硬一些 當中的表表者 就是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 而今次日本作出這個決定 我相信 周庭被捕 就是其中一個切入點 周庭事件 無庸置疑地 引來日本國內極大的反響 無論是 政界的朝野人物 文化界 甚至乎是院藝圈的人 都有人 為周庭發聲 當然我相信 中國政府一早就預料到 在國際社會 是會有反彈的聲音 只不過 到底 反彈聲音大得那麼厲害的時候 又是否是 他們一早預計之中 會不會有所偏差 至於在日本國內方面 到底是周庭事件 喚醒了他們對於香港情況的關注 還是 有些政界人物本身都很想就香港的議題發聲 奈何找不到一個合適的切入點 現在終於找到 不過無論 是哪一個情況 反正對於相當一部份的日本人來說 周庭事件就是令到他們對香港議題產生興趣的 其中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中日關係就是這樣的情況 到底中美關係又怎樣 紐約時報 在前天登了一篇文章 他們的研判就是這樣說 中國的戰狼式外交近來逐漸收斂 除了要挽救中國形象以外 亦希望避免助長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氣炎 因為特朗普目前以抗中作為選情的主軸 中國恐怕繼續戰狼法 就會變成為特朗普助選 實際上我們之前也有分析過 說中國這種外交辭令 就只會淪為 特朗普的助選團和啦啦隊 現在紐時也有這種分析 事實上真是前居可鑑 在去年年中的時候 蔡英文的支持度 曾經是一度落後韓國瑜雙位數字 但是自從香港的反送中運動爆發以後 林鄭就彷彿變成了民進黨和蔡英文的 離岸助選團和啦啦隊 一直把蔡英文的支持度 捱上去 到最後開票的一刻 更加以破紀錄高票 成功連任 有了這個經驗以後 似乎大陸金鋪就省水了 開始在 有些方面作出收斂了 比如說那些外交官 外交部發言人 就不再 以這種戰狼式發言 反而將這個責任 轉移到 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身上 胡錫進起碼是 叫做一個媒體人 起碼他不是官方機構的人物 雖然在大陸 這個環球時報都是屬於官媒 不過起碼責任不在外交部身上 可以賴他的個人意見 關人甚麼事 另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很多跡象 比如說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駱玉成曾經說過 說他自己已經準備好 跟美國進行對話的準備 並且還要確保中美關係不失控 而未來幾個月就是很關鍵 為甚麼未來幾個月很關鍵呢 就是中國其實都在等 美國的大選結果究竟是怎樣 因為只有結果出來以後 中國才可以就著對美的政策作出調整 若然是拜登贏了 當然會伸出橄欖枝 大家互相伸出橄欖枝 比如說 在上次 兩趟中國對美國官員制裁的行動當中 清一色全部都是共和黨人 沒有一個是民主黨人 這個已經是相當清晰的訊號 發佈了給拜登 等同於向他釋出了善意 另外 中國亦都在極力地避免 在美國總統大選結果出爐之前 發生一些令到整個局勢 沒辦法扭轉的衝突 因為既然美國的政局變天 是有可能令到中國 有喘息機會 為何他還會做這些愚蠢的行為 他一定要避免 因為他就是想拜登贏了之後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改善到目前處於冰點的中美關係 若然中國是跟特朗普談話 基本上是沒得談的 但是跟拜登 還可以是有辦法談的 所以在這三四個月內 發生熱戰的機會 為何我一直研判很低 就是這樣 因為中國一直都在避免發生這件事 一旦發生了的時候 就變成了令到整個局勢不可逆轉 就算是甚麼登上台都沒用 因為軍事衝突 只會是國位其主 紐約時報就舉出了很多例子 去證明這個戰狼是退卻的 比如說 中國一些頂尖的外交官 近來就紛紛捨棄 強調中國專制體制 是優於美式民主的 戰狼論調 改為提倡 中美兩國是可以和平共存的願景 實際上我們較早前 都看報道有消息指出 大陸的網評員 又俗稱為五毛 似乎要停止對美國的攻擊 即是不再反美 反而要強調中美合作 我覺得這個消息 真是空月來風未必無恩 因為連中國的外交部長 黃毅都曾經說過 說中國隨時可以和美方 重啟各層級 各領域的對話機制 任何問題都可以拿到桌面上來談 說起對話 較早前 中美兩國的國防部長 正正進行了一次對話 雖然不可以說這次對話 具有相當高的積極性 或者具有相當大的意義 只不過 在這個對話過後 大陸的官媒讚賞有加 就說有對話就好過沒有對話 所以 目前中國來說 還是做樣子都要嘗試來尋求對話 因為一例中國政府要避免刺激特朗普 二例 其實也要向民主黨方面 發出一個訊息 就是根本上 現在中國所針對的 就是共和黨 尤其是正在針對特朗普 當然特朗普也會釋穿這個計謀 故此他就會在總統大選前 不斷發工 不斷使出連環權 無論是科技戰 金融戰 媒體戰 外交戰等等 反正他就是要連環出擊 在持續任期的時間 但故此中國這一招辦暗春 或者叫做再韜光養晦的策略 能否咒效 其實也是很取決於大陸自己本身 因為若然他是忍耐得到的 不出聲 當然 特朗普就會少了很多委入 也不是沒有委入的 因為他自己主動出擊 若然中國的忍耐程度 也是有限 被特朗普搞得兩搞 又要走出來大喊十呱呱吵 諸如此類 當然就是正中了特朗普下懷 最好你的反應大一點 那你反應越大 其實就是越幫得到特朗普 所以 究竟中國這一招 臭不臭效 其實是看他自己 不是看人 好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